大家听听,皮还很香脆 盘里面的汁,我们就会把它过篮 可以用来蘸这些鸡扒吃 我会分享一个很好吃的饭手煮 我这里是600克去骨的鸡腿肉 我接着就开个酱汁 两汤匙米酒 两汤匙生抽 一汤匙蝗油 半汤匙杰汁 半汤匙老抽 一汤匙蜜糖 两茶匙的黑胡椒粉 搅匀 加入鸡扒 搅匀 搅匀 腌它半个小时 把腌好的鸡腿肉放在烤盘里 然后鸡皮向上 把正鱼的酱汁淋上去 放入预热好的焗炉 350度 华氏即是摄氏的180度 放中层 焗25分钟 调高温度450度 华氏即是摄氏的230度 然后再烤10分钟 很香 做好这个很美丽的黑椒汁鸡扒 好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